回来又想继续讲一下智慧流动 Smart Mobility在共享单车可以怎样拥有 Kenneth你好似说有讨论过 其实我们Catch a Bright 我们都很重视那个数据 我们都会和不同的手机APP 或者地图的供应商 我们都会一起去合作 希望将我们Catch a Bright的资料可以提供给更多不同的使用者 更加方便可以利用我们的单车去做日常的交通工具 另外我们亦都配合不同的商场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手机APP 希望可以带动到不同的人流去一些特别想多些人去的地方 如果是购物也好或者玩乐也好 都希望可以带动到整个Mobility 即是说其实在你的单车里你可以收集到数据 甚至乎当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 就可以跟其他的一些APPs或者application去share 跟其他一起分享合作 一起大家将有用的资讯或者资料 是可以一起去共享 而得到各方面的最大的得益 Charles 你又觉得香港现在的规划 或者单车是否 都是一个未来主要做Smart Mobility的一个重要工具 我看到外国就是 但是香港是否我们经常有一个说法 我们好像不太够单车劲 或者单车都要踩到街上马路 香港其实跟其他地方有些不同 香港地方比较小 但是地铁网络比较完善的 所以有时单车的需求未必那么大 不过另外就是因为香港多些山路 不是那么多平路 所以其实踩单车有时有部分 如果未有E-Bike之前可能也有些困难 是 所以但是政府暂时都是当单车是一个recreational user 是 没错 所以就没有说很推行一些在道路上 旁边有些单车径 这样更加完善的单车网络 其实市区就比较难有地点 所以Catch a Bike那个 现在都是重镇在将军澳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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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重镇都会回到新界 周围的 新界的 部分九龙的 哦 明白 我们就十月会推出来的 会推出来的 因为呢我就有个印象是 新市镇或者新界那些 就比较多单车的使用者 就是你都见到它有一些拍位在街上 其实就在局长都之前都 三个月前都有公布过 他都会一百年都增加一千一百个单车拍位 那我相信如果政府的配合 加上我们共享单车 那方面可以更加多市民使用的 那其实就应该就 大家就会养成这个习惯 其实我有一个构想 或者一个idea就是说 如果共享单车 甚至乎一些共享的 就是car sharing service 它可以带动到市区以外的 就是譬如说 大嶼山啊 或者一些郊区啊 就是拼了一个last mile 可能带到一些 你知道香港人经常觉得 哎呀我们经常 那个居住环境很合宅 就是市区的房子有贵 哇 其实有一个新式的生活 在一些比较偏远一点 但是呢你有一个 共享单车 甚至有共乘什么的 接驳你回市区呢 哇 其实那个未来的发展可以是 所以我们catch up here 除了一些大的商场 大的屋苑呢 我们现在都开始和一些的屋村 的村长 是的 村长 很多的村长都支持我们 是的 那我们都希望可以 就是带动到更加多的人 可以去偏远的地方 是的 或者都可以 生活或者 都可以 明白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么多了 多谢两位的时间 希望香港可以越来越发达 共享单车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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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